在亞洲各國飽受空氣污染的同時 在澳洲卻有一處地方 擁有堪稱是全球最乾淨的空氣 那裡就是被稱為世界邊際的格里姆角 因為地處偏僻 它的空氣當中沒有其他的廢棄 或是工業污染 四十三年來 也為全球的空污監測 提供了測量基準 一望無際的草原上 只有簡單的幾項設備助理 位於澳洲塔斯馬尼亞州陸地 最西北端的格里姆角上 設置的空氣污染監測站 正在進行每天的工作 搜集當地的空氣 並且進行分析 這裡因為地處偏僻 因此曾經被稱為是世界邊際 由於空氣中沒有其他廢棄 或是工業排放的煙霧 因此擁有函稱是全球最乾淨的空氣 從一九七六年來 這裡也監不起搜集空氣 分析空污數據的任務 監測站內使用的儀器 相當精密敏感 甚至能測量出一個小許車程之外 運輸卡車經過的路段空氣等數值 也因為這麼精細的監測 這裡同時也為全球空污監測 提供測量標準 這裡的乾淨空氣讓雨水全水等 因為水裡的鈉離子比其他地方含量更多 透過這些水孕育而出的農產畜牧業 協助當地的農產品 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脫穎而出 只是在全球空污進展迅速下 格利姆角的空氣也逐漸受到了污染 監測站指出來自北方的風會將墨爾本 或是雪梨等各地工廠的廢棄帶來這裡 監測設備還檢驗出 中國排放出的二氧化碳也正在逐年增加 為此監測站也提出警告 目前觀測到格利姆角的二氧化碳濃度 接近工業革命開始時期部分純正的記錄 代表著如今整個地球大氣層受污染的程度 有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 這也顯示出各國應對氣候變遷的政策 依舊不足 記者陳雄報導